中国和俄罗斯的外长呢 都去印度开上海组织外长会议 然后呢 美国的国务卿呢 和国家总统安全公文 跑到沙特去访问 从表面上看呢 各自争取自己的利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很正常啊 但是美国这个行为吧 我得跟大家说说 很有意思 首先呢 说一下啥呢 你说苏丹 这跟苏丹有什么关系 苏丹的内战 这个快速支援部队 造反 跟政府军干什么 对吧 那么我们一直在怀疑 这个就是美国搞的鬼 因为俄罗斯刚要去苏丹建基地 苏丹就内战了 而且是美国的这个 这个驻苏丹大使刚去 这个苏丹就内战了 这事你们就 大家都能感觉到 肯定是老美的 然后现在呢 美国相当于把这事证明了 对啥呢 苏丹呢也是 这个穆斯林的 新亚穆斯林的是 这个阿拉伯世界的 也属于欧派个 成员国啊 这个 呃美国呢 在那边呢 也有利益 俄罗斯那边也有利益 但是呢 他这个国家呢 他还是属于沙特的小利 其实 对吧 大家大家都知道 那沙特想调解 这个国家的这个战乱 谁呀 希望他能和平 那么沙特呢 说实话 效果很一般啊 最后没办法 美国出面 美国事实的出面呢 其实他就是挑起者 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 但是他挑起这个事 一 他是针对俄罗斯 二呢 也是针对沙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他想去沙特跟沙特谈点事 关于石油美元的 关于这个去美容化这些事 还有关于中东局势的事 他想去谈 那沙特呢 不太不太想让他来 不想跟他谈 现在说实话 很多人不愿意跟他谈 都知道美国做事的方式 你包括这次他争取到去沙特访问的 怎么争取来的 他还是那样嘛 挑起争端 然后以调解方的身份出现 给各方压力施压 军事的政治的经济施压 然后捞取政治利益 他都会捞取的政治利益 就是跟沙特谈判的机会吗 对吧 这就是他捞取的利益 那么你们认为沙特会 很愿意接受他这他以前 一直用的一贯的套路吗 肯定不愿意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是没有办法 战争调解了 为了调解和平 沙特呢 一直知道 老美其实现在也清楚了 其实连长也怀疑 老美是不是看我直播 看我短语了 他也知道 中东这块挺要命的 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 放在欧洲和亚太了 中东这关于使用美国霸权 它是个神经刀的地区 别的东西 你不管跟俄罗斯或中国对抗 不管你是这个金融 美元化的问题 去美元化的问题 还是国内这个经济问题 这些东西都可以缓 包括国债 你这都有的缓 但是这个 使用美国霸权这个 很可能沙特他们一商量 一拍脑门 这事就定了 不用美国了以后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 美国必须得先把这块安门下 所以我跟 我确定 他一直是想去沙特网门的 要谈这些事 但是沙特肯定是不爱理的 最后呢 美国又使出他一贯的招数 对吧 挑起战争 然后以调解人身份出现 然后从中捞取各种利益 对吧 他一贯就是这么做事 然后呢 他这回就撑醒了 去了 去了呢 其实说实话 也没多大用 沙特对他肯定是非常抵触的 非常抵触的 只不过是为了调停苏丹 调停苏丹那个战乱 不得已卖他一个面 这是没办法的 这个面子没办法 卖吧 所以美国这一套东西 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这套东西 而且他做事的方式 还是那种方式 就是我先威胁你 怎么威胁 我告诉你 沙特啊 你要是不让我过来跟你好好谈谈 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告诉你 你小弟苏丹那好不了 好不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事有可能闹大 你就在隔壁 不是隔红海吗 我告诉你 主要哪个炮在飞你家下 基本他用的还是这套东西 调节战争 威胁施压 占便宜 没别的 就这套东西 就说白了就是流氓 就是土匪 流氓 海盗 就这套东西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那个炙烧 基本上 两点说法 炙烧还在树上的 还没从树上下来的 对吧 基本属于森林体系 没有到人类社会 这个体系 这个智商还是这么 这么的简单粗暴 不会办事 对吧 还是威胁 挑拨离间 然后打压 施压 然后占便宜 还是这套东西 根本就不会办事 不知道自己现在几斤几俩了 不知道全世界都烦的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 就是中俄去印度 这种属于正常的交流和访问 没有什么施压呀 什么挑拨离间 什么阴谋 什么战品 哎呀 没有 但是美国去沙特这个 表面上看是对应的 你去印度的争取利益 我去沙特的争取利益 但是底下做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高下立判 美国的国运到这 基本也就这意思 所以他做事 肯定会很张扬 他这一段时间 其实都非常张扬的 他在向全世界宣示自己的实力 告诉你们 我还是世界霸权 你们不要忽视我的力量 但结果 人心 都不可能顺美国的意 了啊 今天呢 连长把这事大家解释了啊 今天就说这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